好 民眾裡面 現在有人開始要求柯文哲辭職了 曾經擔任競選立委的 彈大助理教授何錦榮 另外前面署長謝麗公 也這樣認為 為什麼 其實我跟何錦榮看法 當然還是有一點出入 不過我想先講前面 那個選舉補助款 因為選舉補助款 柯文哲那時候第一時間 他的確說是個人 就是要以後永續使用 要繼續服務選民 可是這兩天 我覺得他很聽見大家的意見 他有點調整方向了 除了陳志涵出來說 這個離立法院很近 其實我也呼籲說 其實你黨部可以有第二辦公室 但也好 反正你如果聽得進去 就稍微轉個方向 包括可以做公益 甚至有人說可不可以信託 其實方法一定很多 可是基本上就是 不要只有做個人使用 這個觀感非常不好 雖然沒有違法 可是在政治上面 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 至於說剛才何錦榮提到這個 是不是要主席請辭 這個主席 請辭或者請假 這兩種說法都有 黨內現在其實各種聲音都出現 可是我覺得最主要關鍵 第一個就是現在 無論政治獻金的事情也好 或者他在台北市長任內 那個各大案也好 現在大家都在查這些事情 又再加上是不是 陳佩奇去買豪宅 去看豪宅 又去買辦公室 這些事情衍生出來 我說第一個 千萬不要再有別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些事情已經無法止血了 已經很難止血 如果你沒有大動作 別人不會買單的 第二個就講到 如果說你還在位置上面 你到底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畢竟 民眾黨人家就說是一人政黨 柯文哲走了 這個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沒有人可以預測 所以說我覺得 他應該要做接班的準備 也就是說未來 無論是我們所謂的 叫做集體領導 還有人開玩笑說叫 政權和平移轉 沒有這麼嚴重 本來就很和平了 可是至少也就是說 未來我們要想 如果當你真的深陷司法風暴 如果有檢方 院方 會有一些什麼 比較大動作的時候 那到底民眾黨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其實你必須去想最壞的情形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很多 各種不同的聲音 就不足為奇了 目前是這樣 來 回來就怎麼樣 比方講 這個我們都 很多人選議員 立委 這個大家都不會去盯著看 大家盯著會盯著看的 當然是總統跟 可能會選總統的幾度的市長 看他這個錢 他們是要怎麼去處理 我講就是選舉的補助款 因為那個金額比較大 國民黨裡面規定的非常的清清楚楚 就是全部是歸中央黨部 民進黨也規定很清楚 你三分之一 當然大家 我跟他說你另外三分之一 我們看小英總統跟賴總統 三分之一是公益 三分之一是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是幫助社會上的人 或者捐助他的基金會 那基金會當然不是進自己的口袋 都OK的都OK的 因為你選總統這個跟選立委 市議員有點不太一樣的 這有很多是政黨傾向我來支持你的 那這些錢平常講是不是他自己的 可以講在法律上可以講他自己 但形式上平常講是應該是屬於這個政黨的 我是覺得如果說任何人還要再去想選下次的總統 這些錢我看我所知道的這二三十年來 很少人把他擺在口袋裡 如果他要選下一次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覺得我希望民眾黨 民眾黨到今天走來也不容易了 他在國會的席次也有八席 我是覺得民眾黨的黨員 要好好自己去珍惜 該怎麼走就怎麼走 我覺得民眾黨應該很有可能會 泡沫化 說實在 因為我覺得民眾黨的核心初衷 可能在這一次的一連串的風波之下 大家會懷疑說 民眾黨到底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柯文哲剛剛提到 他或許在法律上 他是有他的一個解釋的說詞 但是至少在道德 在道義 在觀感 甚至於在政治的信念上 柯文哲到底在哪裡 如果今天這個是賴清的當選總統 或選舉之後 自己在自己用自己的名下 去買了一個4000多萬的商辦 家人再去看一個1.2億元的豪宅 而且還不是說給自己 是說給自己的小孩 我覺得這是全世界 沒有人會接受的一件事情 換句話說 為什麼民眾黨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簡單問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豪宅他是有付租約的 這個租約每個月 據說是6萬多塊 這錢到哪裡 是不是也是到柯文哲口袋 5年之後 10年後他把這商辦賣了 這筆錢是歸還給民眾黨嗎 其實也不是 是給柯文哲個人 所以這都是柯文哲必須面對的問題 更宏觀就是這樣 為什麼柯文哲從政 剛剛也提到 從參與市長選舉 當時房子還拿出來貸款 說欠債 然後結果喊窮 至今不但是自己的房子 已經付清了 小孩子在大安區 杭州南路名下也有房子 太太去看1.2億元的豪宅 所以是幫小孩結婚做準備 然後自己名下再增加一個 4300萬元的商辦 這個全部都是 過意不去的一件事情 大家也不是要求說 你做人是不能買房子 或你做台大醫師 一輩子不能存錢 不是 但大家還是會做一個平衡 就是說你到底你買的這些 這麼多的房地產 或去看了這些房地產 你的錢從哪裡來 而且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選舉補助款 說他花了4300萬 這也是他說的 目前也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去查證 到底這筆錢是從哪裡來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的 我們可以看到權狀 他其實沒有貸款 他沒有去跟銀行貸款 所以簡單說就是4300萬 理論上是現金交易 這4300萬的現金交易從哪裡來 也只是柯文哲偏偏說是 來自他的選舉補助款 但事實為何 其實我們至今不清楚 看一下相關的新聞 你們都會看到鄰居耶 還沒看到人影 就先聽到聲音 接著走出來的迷惱怒期 柯文哲被問到這件事情 一臉淡定 看中文看背交保 會不會擔心下一個是你 我做 差一台了 左翁泰說你把選舉補助款 當生活補助款 各式各樣的問題 柯文哲單純聽聽 不回應 緩步 上車離去 不過如今黨內面臨空前危機 陳代表 民眾黨參選立委的學者 何景榮就呼籲 柯文哲 別把全黨拖下水 應該請辭黨主席 柯主席也沒有跟黨內人 同仁說實話 這是一個賣傷賣的事情 當民眾黨其他人都時候才知道 柯主席 如果不是當主席 也沒有辦法跟社會說明清楚的話 對我們黨內同仁 其實傷害很大 陳謝爾 要你 你怎麼看 我們還是希望所有的一切 都是應該是以團結為優先 我也知道有一些的 可能是意見領袖 也私下在進行一些 不管是串聯也好 或者是說 希望能夠說服 給一些支持者 是不是在這個黨內裡頭 進行一些運作 誰想逼退主席 不會言黨內有部分領袖 私下運作ING 但選前大力支持他的網紅 館長陳之翰 則替柯文哲抱不平 他沒有做錯事情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他沒有當選 他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 他沒有媒體 去跟人家拜託 他說但是沒有任何節目 同時他去上 我想現在政論是每天 幾乎是全時段的 在做很多的攻擊 那單一次的專訪 能不能夠真的改變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要評估的 明明都想 盡奮心力 但要如何化解 眼下危機 自己人的想法 似乎有著不小差距 貝君 其實我現在說實在 在這個2024年 呼柯文哲巴掌最大力 也是2014年的柯文哲自己 因為說實在 兩個醫生在台灣的收入 是一般來講 是歸類在金字塔的上端 高收入 高所得的租群 柯文哲其實不只 他們現在媒體賭賣的 這個房子在大安區 事實上他老婆的娘家 也在我們的選區 也在大安區 他自己娘家背景 其實也不錯 為什麼我說2014打他自己 因為他當時的競選對手 是連勝文 所以他把自己的人設定位在一個 庶民 百姓 平民式的選法 這個人設一旦定下去之後 現在變成1.2億的豪宅 這個翻轉實在是太大了 沒有辦法讓支持者接受 但是我雖然不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但我從政黨運作的 組織運作的健全來看 我不認同柯文哲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辭職 如果你從民眾黨的角度去看 因為相較於歷史比較長久 然後組織比較完備的國民兩黨 民眾黨成立到現在5年來 很明顯他還是一個一人政黨 雖然他選出了一些地方議員 有一些立法委員 可是大部分的支持者 是先認同柯文哲這個品牌 然後才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我說一句對朱主席比較不敬 你說國民黨如果沒有朱主席 甚至沒有韓國瑜院長 或者是沒有侯友宜市長 民進黨現在已經沒有鄭文燦 蔡英文總統退休 這兩個黨少了這些人 也許會受傷 支持度會往下掉一點 但是這個黨不會整個瓦解 毀滅 滅亡 因為政黨的理念跟信念 還是大於個人 這個黨的機器如果換人掌舵 有一些人可能會退出運作 或者不再支持 可是整個黨不會消失殆盡 民眾黨不一樣 今天民眾黨如果沒有了柯文哲 剩下比如說蔡炳如也好 黃珊珊也好 黃郭昌也好 他們固然都是一防之霸 也是很亮眼的戰將 可是他們並沒有辦法是一個 橫跨整個民眾黨支持者裡面的公約數 民眾黨現在的線控 是很多的黨員 是從其他政黨過來的 黨齡很短不說 自我的政治認同 甚至影響的人脈 也都還在他原本的政黨 跟現在的政黨之間拉扯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 簡單的講就 統圈沒有一個統窟 隨時這些人可能跑回去 他原本的政黨 或者跑回去無黨籍 甚至是其他能夠給他 相對應政治資源的政黨 所以這對民眾黨來講 少了柯文哲 我覺得是非常致命 而且可能就此消失的一擊 所以也許柯主席 要從現在的這個危機脫身 他必須想想其他的方法 還有宜芳兄 我是相當程度的 贊成Pedron的講法 因為很多人 民眾黨支持很多是 衝著柯文哲來 我剛剛講柯文哲有他的魅力 本來就是台大醫生 就很受人家尊敬 醫生受人家尊敬 很快他是台大的 然後他講話也有他的 他的幽默或者是 他連講話很刻薄的時候 有些人都覺得他很可愛這樣子 當然這種情形 現在大家對他會有印象改變 結果柯文哲這條路是很難走 他自己 可是他如果離開了民眾黨 結果會怎麼樣 我認為只是時間的問題 結果柯文哲繼續留在民眾黨 跟柯文哲現在離開民眾黨 我覺得民眾黨都快速的 降低他的影響力 在台灣的影響力 也就是重挫 重傷 但如果柯文哲走的話 可能他很快就會下去 除非黃國昌 得到其他的這些立委 其他的這些 民眾黨有影響力的支持 然後黃國昌也證明 他的確有那種包容 有那種胸襟 然後這樣民眾黨或許 還可以走下去 否則的話就是這種 依然的政黨 你看過去的這個日子 不要講依然的政黨 就是說那個第三黨 要在這樣的地方出現是很難 美國兩黨制的形成是偶然 你看像歐洲都是多黨的 但是在台灣來講 兩黨制是真的是 你也可以說是偶然 現在不管怎麼樣 第三黨要再出現 這是很辛苦 我們回頭再開以前 有所謂的建國黨 有台聯 新黨 親民黨 來了又走了 來了又走了 就這樣子 還時代力量 你現在加上民眾黨 現在來了 看起來他現在開始要離開的那個樣子 這個是很辛苦 本來第三黨在台灣的空間 就是非常狹窄 在兩大黨長期的 這樣的一個經營之下 留給你第三黨空間就很小 每一個偶然讓你長大了一點 但是你很快的就消退 所以你說是柯文哲也好 不是柯文哲也好 本來民眾的這條路就非常難走 但是我必須承認 民眾黨裡面是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人才 我希望他們能夠繼續 為台灣的政治的進步做貢獻 主要是選舉制度了 原來之所以新黨 親民黨 什麼都能夠存活 是大選區多選制 所以你只要有個8% 10% 你就可以當選 比如立委 台北市 起碼可以當 在第三黨當選兩三席沒有問題 可是他現在搞成變成說 單一選區 只有大黨能夠選舉 徹底摧毀到小黨的生存性 歐洲也是一樣 看選舉制度就決定 你到底是多黨制 還是變成兩黨制 柯文哲說他會一直講清楚 我們很期待 明天他的記者會 能不能把他一直講清楚